欢迎来到重新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无定地震最新进展 肖战捐款100万 黄晓明捐3000条毛毯 9月5日 四川省甘孜州卢定县 发生6.8级地震 截至目前 已经造成82人死亡 35人失联 270余人受伤 此次地震 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不少明星都在第一时间 转发祈愿平安 此外 一些明星落到实处 纷纷为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 大约有30位明星 向卢定捐款捐物资 首先要说的是肖战 他向卢定捐了100万元 表示要共度难关 其实不仅是这次地震 之前的河南洪灾 上海疫情 他都有捐款 肖战真是好样的 为你点赞 肖战起了带头表率 他的粉丝也向他看齐 传播正能量 据悉 肖战粉丝向蓝天救援队捐赠装备 偶像粉丝都好优秀 不仅是肖战 其他明星也很棒 比如黄晓明 他向卢定捐了3000条毛毯被褥 事实上 这并不是黄晓明第一次向卢定捐物资了 此前 他就与李易峰 赵丽颖 张艺兴等明星一起 向卢定捐了12万瓶水和12万罐八宝粥 其实黄晓明一直走在公益道路的最前面 除了卢定地震 他还曾多次向上海 成都 青岛等地捐款捐物资 哪里有困难有需要 他都会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晓明哥 真的很善良 此外 王源也很热心 捐赠100万元 持缘卢定地震灾情 愿灾区的人都能够平安 盼早日安定 作为四川人 龚晓对家乡充满热爱 地震发生时 他第一时间就转发住家乡平安 同时 还以粉丝名义向四川卢定捐款 另外 赵露丝也是四川人 吴雷老家也在四川 他们也都为家乡捐了物资 另外 蔡徐坤捐了30万 持缘卢定 目前 救援物资已经相继发放 不久前 刚改回本名李佳琪的李佳琪 为卢定捐款10万 他发文表示看到四川卢定 亚安地震的消息后 心里很难受 希望能帮上一点点忙 同样捐款10万的 还有丁真 不过 丁真是第一时间捐了10万 之后又捐了10万 一共是20万 除了这些 罗云熙 林一伦都分别为卢定捐款50万元 写下 众志成成 共度难关 卢定加油 四川加油的字样 同样捐款50万的 还有胡姓儿 他说 与同胞同在 加油 姓真是人美心善 难怪那么招人喜欢 另一方面 李承轩七威夫妇一起为四川捐款50万元 七威还用四川画加油打气 鼓励大家雄起 一直以来 沙翼胡可夫妇低调认真 深受大家的喜欢 这次地震 他们也为卢定捐款50万元 此外 李宇春为卢定捐了很多物资 包括12平米安置帐篷100顶 户外型军床1000张等等 严格来说 汪小飞不是真正的明星 但是他的名气流量不亚于明星 今年 他与大S 张颖颖的感情纠葛更是持续霸占热搜 所以 对于观众来说 他与明星无异 9月7日凌晨 汪小飞发文称 我们公司一半以上的都是四川人 做我们该做的 他的公司 一共为卢定捐了6万盒酸辣粉和重庆小面 虽然贾奶量近段时间因直播带货 颇具争议 但是在做工艺这方面上 他真的很不错 为卢定 亚安分别捐了100万元 共计200万元 提到做工艺 韩红必须有姓名 这些年来 他的工艺事项 大家有目共睹 这一次 韩红基金会分别为卢定 亚安各捐款200万元 共计400万元 另一方面 新巴公司捐款500万元 持援四川地震灾区 即便新巴带货争议不小 但就做工艺这件事而言 新巴真是没得说 其实捐款这件事 是个人意愿 不管多少 都是一片心意 不应该被道德绑架 然而 有些人就喜欢上纲上线 直指点点 就拿毕唱来说 他为卢定捐款1万元 明明是一片好心 却被一些网友吐槽捐得太少 说起毕唱 他的代表作是乡村爱情 因扮演剧中的王小萌 而被观众熟知 实话实说 他不是流量明星 偏酬知名度都不及当红流量 捐款1万真的不该被骂 根据最新消息 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 卢定地震已接收捐款上亿元 正所谓 众人石柴火焰高 相信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 卢定一定会早日渡过难关 总之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感谢这些捐款捐物资的明星 灾情无情 人间友情 无论捐多捐少 都是一片心意 卢定加油 四川加油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 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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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